Hello 大家好 我又帶大家去吃好東西 今天就帶大家去一間我很喜歡的壽司店 位於元朗的壽司園 其實元朗對我來說真的有點遠 不過為了吃壽司園 就算多遠我都會坐車進去吃 在元朗西鐵站B出口 向前走五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今天的目的地 壽司園 沒錯啦 在這裏 看不見到壽司園的門口 走前一點就到了 現在剪片的時候看到 也很想再吃一次 壽司園的午餐有三個不同的菜單 300元 500元 和600元 我們今天吃的是300元的菜單 一坐下當然吃了蒸蛋和前菜 這個前菜應該是一些海捷 來的 這個蒸蛋也挺滑的 壽司園的裝修很光猛很麗 一共有18個巴桌的位置 每一個位置都可以近距離看著 師傅在我們面前預備材料 龍師傅現在就切薑 還有放些蒜頭在我們的碟上 千萬不要看小壽司園的這些小食 每一樣都很好吃 師傅現在切的就是用芥末醃過的淮山 這個也很好吃 而在這三款小食之中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泡菜味的蒜頭 真是超好吃 師傅會即場在我們面前預備材料 一直看已經流口水了 好想快點有得吃 今天幫我們預備壽司的 就是面前的這位龍師傅 我每次來壽司園都要找他 看到師傅這個動作 就知道我們很快有得吃了 第一件為我們打開序幕的壽司 就是平木魚 也就是左口魚 裡面有一點點蔥花 上面沾了一點點醬油 入口鮮甜 好好味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都很喜歡看壽司 師傅練壽司的手勢 我覺得真的很療癒 看著他練這一塊帶子 我不行了 我很想快點有得吃 快點啦 快點啦 快點做好啦 快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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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開始減肥後,我經常想找壽司來吃 因為壽司比較低,又沒有油份 這間壽司園,我已經是第三次去 每次都給我驚喜,每次都令我覺得很滿意 這裡的壽司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會用很多東西調味帶出魚的鮮味 像這件深海池魚一樣,上面有些燒香的日本京蔥 現在師傅在練的就是依左目的昆布漬 這件壽司雖然是白生魚,但有很濃烈的昆布味 非常好吃 而師傅在預備的就是池魚 上面加了一些九州的萬能蔥 這隻九州的萬能蔥,真是很萬能 好香,好好吃 不要看小師傅現在準備拿去燒的青魚 雖然青魚不屬於昂貴的食材 也只是非常常見的魚類 但青魚的魚油十分豐富 尤其是在燒香之後 更加是油份十足 非常非常好吃 香到不得了 我現在看到都很想再吃一塊 好啊 到底這一塊看似平平無奇的青魚有多好吃呢? 好吃到當我們吃完十二件壽司之後 再看回頭都仍然會懷念這一陣味 我們四個人裡面有兩個人 還選了青魚做當天的冠軍 就連師傅都說 他都覺得青魚是最好吃的壽司之一啊 現在看到我又很想吃了 我還記得那股香味 那種魚油在我口裡拼發的感覺 不說了 我要再觀賞 再欣賞一下這一塊這麼美麗的青魚 真是好想再吃啊 重頭戲來了 師傅把北海道牡丹蝦的蝦糕剝了出來 然後加些調味 就用火槍把這些蝦糕燒成高體狀 再放入那個牡丹蝦裡面 做成壽司 這一件壽司真是不得了啊 是每一個去壽司員的人都會懷念的 這是壽司的一件壽司來的 沒錯 就是它啦 看著蝦糕由原本一坨 變成慢慢越來越硬 變成固體狀啡啡的色 就是這些蝦糕 帶出了馬丹蝦的鮮甜 吃到口真的好難忘的味道啊 處理了蝦糕之後 師傅就正式練這塊馬丹蝦的壽司了 壽司員的壽司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調味會比較濃烈 在其他地方吃壽司 未必會做這麼多花筍東西 但是在壽司員這裏 它就會用很多其他的調味 例如蝦糕、萬蘭蔥、 京蔥、蔥油等等 去令到那塊壽司的層次更加豐富 而這也是我喜歡壽司員的地方 因為我本身的人口味比較重 喜歡一點、濃烈一點的味道 所以我就特別喜歡這裏的壽司了 大拖羅出場了!大拖羅出場了! 看著師傅切大拖羅 很想快點有得吃啊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經常金睛火眼看著師傅鏈壽司 所以他經常帶一塊就給我呢? 雖然大拖羅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最愛 不過在那一天12件壽司裏 它並不是我心目中的冠軍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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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一塊中拖羅醬油漬 就是我當日的冠軍了! 這一塊壽司真的很好吃 還有些蔥在裡面 真是好正、很適合我口味啊! 來到重頭戲海膽啦! 海膽啊! 在這個時候 跟師傅聊天 拆師傅鞋子就很重要啦 如果哄得師傅開心 可能他會給你多兩層海膽的 說起來我也是第一次吃螢光魷魚的壽司 原來螢光魷魚都很好吃的 再加上這裡的紫菜真的很鬆化 兩樣配搭加起來 真是一絕啊! 心水清的朋友應該會數到 其實十二件壽司都已經上了 何解師傅又繼續在這裡做呢? 沒錯!其實甜品都上了 師傅準備洗東西的時候 我跟師傅說 不如你做一個免費給我們吧! 然後師傅就說 你們啊!經常欺負我啊! 但是一邊這樣說 一邊又拿了一些好東西來給我們吃 多謝你呀!龍師傅 你真是好帥仔!好有型的! 龍師傅一邊預備一邊跟我們說 這塊肉叫做吞拿魚的老天肉 是吞拿魚額頭旁邊的部位來的 亦都是一個非常之珍貴的部位 他還跟我們說 覺得我們吃完這塊之後 這一塊才會成為我們的冠軍呀! 你們覺得他有沒有說錯呢? 他沒有說錯呀! 這塊老天肉魚油非常之豐富 入口即溶 更好吃的大拖羅呀! 我現在看到照片都很想再吃呀! 那些指甲太漂亮 忍不住要這樣拿著這杯影一下 說這麼快 我們壽司完的午餐就吃完了 真是好不捨得呀! 我還好掛著 好想再吃呀! 什麼時候再去吃好呢? 哎呀!不跟你們說啦! 我要馬上去預約一個月再吃啦! 好啦!我們下次再見啦! 下次再帶大家吃好東西啦! 拜拜!